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嘩,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歡迎大家來收聽今次的《香港出路》電台網上電台節目 我們香港出路的主要目的就是為香港解決一些香港面對的問題 我們希望不要跟一般在問題的表面糾纏一番 大家批評一輪,發誓一番就算了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了解問題的根源 從而找到問題的來龍去脈 最後找到一些具體的解決方案 簡單來說,如果你是要處理這個問題的當事人 你自己會怎樣做呢 我們今天這個題目 其實可以說是上星期的延續 大家知道,生命的意義 這個題目,很多人可以研究一身 很多年都未講得完 我們上次就開始做人為甚麼呢 我們繼續有George,黎太,還有蔡淑青小姐 其實可以這樣說,上星期我們說了這麼久 其實都是越講越多東西 越講越無多方向 大家看到嗎 我經常都很講,其實原因很簡單 正如我們香港出路,香港進行大行動 經常都這樣講這個問題 很多問題是解決不到的 因為我們根本都解不清問題的根源在哪裏 於是我們在問題的邊緣 是在這裏討論、探索 最終可以這樣說,是沒有什麼結果 迷失了方向 我再說回頭 做人為甚麼 黎太,其實上星期你都開始講到心 我們要經驗人生 經驗之中 其實我們怎樣知道 我們那個經驗是從中學到的東西 不是重複犯同樣的錯處 我們其實一定有一個方向 這個方向我們怎樣感覺到呢 其實你上次已經講了 其實是由我們的心那裏 即是說,我們知道我們做的東西是對的時 我們的心裏是一種很豫豫的感覺 我經常都解釋 如果神是愛我們的時候 他一定不會把人生的問題搞得這麼複雜 其實他應該是一個很簡單的方向 我們經常說,神是全愛的 是 即是說,我們誰知道我們的方向是對的 如果當我們感受到 身體的愛心湧現出來的那種愛的感覺 其實我們做人為甚麼 其實最終是為一個尋求 幸福快樂 是吧 因為這麼簡單的目的 好了,這個目的很清晰 但問題是我們做的時候 是不是做不做到呢 很多時候我們做的 是做到自己那一段 哈哈 而別人那一段做不到的 好像蔡小姐 你說你最近跟朋友聊起來 是不是? 你都問過他 做人為甚麼呢 他怎樣回答你呢 他就很簡單的 他就說 我來這個世界是享樂 如果不是來享樂 我來這裡做甚麼呢 沒錯 我覺得現今的青年 即他是一個三十歲的人 現今的青年多數都是這樣想法的 嗯 好了 其實這個 相信答我是這樣 絕對沒有問題的 我相信我們在人生的路程 應該去享樂 是好過我們人生路程 應該去受苦 如果給我兩個選 我一定會選享樂的 OK 好了 問題就是這樣 我問你 如果你要享樂 那你的小朋友 你的後代 你的子女 你是不是都希望他同樣享樂 正路應該是這樣說 如果是一個不自私的人 他希望下一代 都可以享受到快樂 其實大部份父母 都可以這樣說 香港人 為甚麼會用平均來說 四百多萬 養一個小孩子 貴一點的一千幾百萬養一個小孩子 其實他在做甚麼 其實他都是想他下一代 他的子女會更加好 是嗎 簡單的 不需要猶豫 這個肯定 但我有少少保留 因為現在很多人 是不想有下一代 OK 為甚麼呢 為甚麼不想有下一代 因為他們出於一些 是屬於自私心理 或者是一些 對於將來不明朗的心理 他覺得 為甚麼要下一代 為甚麼他不想要下一代 他覺得沒甚麼需要 他覺得自己開心就可以了 為甚麼他不敢要下一代 因為他怕下一代不開心 其實你不可以說他自私 其實他需要愛心 他自己的方向都不清晰 他自己人生道路都不清晰的時候 他只能夠看到 總之我這一生 在我肉體存在的時候 我會享受 但將來他覺得是悲觀的 因為他看不穿這件事 既然將來他覺得 地球會變成怎樣 地球可能會越來越差 那我不想害下一代 所以他決定 所以在某一程度上 他的基礎是甚麼 其實都是愛護他的下一代 他不想下一代受苦 其實基礎都是愛的方面 這個很大的問題 除了是有恐懼 就是對於未來有恐懼性 之外就是那個責任 他們很怕負不到這個責任 因為實在現在的社會 所有的生活的指數這麼高 變得他們真的有恐懼 加上有污染 地球又說天氣變成這樣 什麼Global warming 氣溫是這樣上升 其實他們對自己的生命 都已經覺得是有威脅的時候 他怎麼會帶一個生命 來這個世界受苦呢 就是他們有這個 好像袁先生說 其實都是一個隱憂 其實可以這樣說 現在的人開始懂得思考 因為資訊亦都很發達 我剛才都講過 這類的資訊可以很多 香港現在的中國大陸 都很多這些所謂個人成長的課程 過去幾年 過去十多年 香港很多很多 現在很多這類課程 在大陸也都很流行 可以這樣說 當我們起碼基本的需要 醫療、食、住 然後已經照顧到之後 我們都希望在靈性方面 可以提升一下 香港過去這麼多年來 其實很多這方面的活動 出現了 我也知道 很多這些老師 現在大部分 都在大陸那方面 去繼續這方面的課程 那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人 開始會多點想 如果你不想 沒所謂 一個山一個山 以前的人 會在一個很表面的 短暫的 短期的需要 他們就沒有想到 會怎麼想 現在的人不是了 想遠一點 開始有點顧慮 因為他們可以這樣說 我都看不通 這個地球 是會更加好 還是會更加壞 我相信很多人 都是比較迷惘 都不知道 將來會怎樣 都不知道 其實很多恐懼 都是基於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 不明朗 uncertain 這個是一個恐懼的根源 還有一種無助感 我經常這樣說 香港SARS SARS是死是死什麼 是死在集體恐慌 集體恐慌的背後 是什麼原因 就是一種 uncertain 即不明朗 因為當時都不知道 什麼菌 如何預防 完全不清楚 如何處理 還有一種無助感 所謂我們 我們深信權威的醫生 自己都救不了自己 其實這兩個因素 是導致我們的恐懼 恐懼的根源 可以這樣說 其實可以看到 我們看到地球 出現很多問題 我們覺得死了 我們自己做了什麼 很無奈 很無助 算了 算了 每一天 能夠享受幾多幾多 自己一種無助感 導致我們這種恐慌 最終簡單來說 背後的原因 都是我們的問題 到底人生的意義在哪裡 其實很多人 很多宗教 其實我相信 指那條路都錯了 OK 如果指那條路是對的 那麼多言理 那麼多千言的探討 一定找到條路出來 像是佛教 我相信很多人研究佛教 很多人研究佛教 很多人研究余教的哲理 但是最終最終 似乎都好像 都好像 都未曾找到答案 我感覺上 其實跟我們香港近老 經常這樣說 因為我們經常 將一些問題 複雜化 其他問題 應該是很簡單的 如果我們是一個 慈愛的神 慈悲的神 他一定是設計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給我們 其實這個道理 我們其實很多很多宗教 在不同方面 其實已經看到 我們這個地球 怎樣去改變 其實所謂的神 已經說了給我們聽 很可惜 我們深刻 可能看過龍 明明在眼前 我們都看不到 這個就是我覺得 我們現在出現的問題 那個主要原因 簡單來說 我自己尋求這個 所謂人生的意義 其實很多很多年歷史 其實我在中學的時候 我都受了這個問題困擾 我經常去想 人生為什麼呢 人類有沒有叫做全愛呢 人類能不能夠 負擔到全愛的意境呢 那我當時 我就去美國讀大學 我很幸運 那我去讀那個學校 是一個很開放的全衛的大學 給我容許 是多方面去探討的 我不用為了考試 為了學分 而要局限我要讀什麼 我當時在香港 覺得是 香港教育對我來說 是一種閉塞的經驗 其實我很想知道很多東西 但因為限於課程的因素 或者應付考試 或者應付成績高些 你就要被迫於 要讀你學校教育師處 先生叫你讀那些東西 其實每個人的學習過程很不同 需要是不同的時間不同的 於是乎我離開了香港之後 我就解決了 我去了美國讀書 我去美國讀的學校 也有個很幸運 讓我找到 原來有所謂開放的大學 前衛D的大學 其實主要是給你 你自己設計 你自己的課程 你自己讀什麼都可以 在那幾年裏面 我就繼續探讀這個問題 我就探讀真理 世界上有沒有真理 我經常這樣 我怎樣去做 我就什麼都讀 人類的所有的學識學問 我都盡量去讀哲學 一路研究哲學 研究到最後 就是神道仔存不存在 Corpelton和Russell的BBC 一個很長的debate 他們最後的結論 就是我們不能夠證實神存在 我亦都不能夠證實神不存在 我們再去研究不同的哲理 最後我體驗到 其實很多哲學的問題 只不過是一個議員的問題 很多時候 我們爭爭爭 爭到生氣後 就是爭爭那些字眼 到底這個字眼是什麼意思 這個定義是什麼 最後最後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那個language 我們那個語言 其實如果我們要實用這個語言 要功能 用得著 語言裏面 一定不可以precise 不可以很清晰 定到每個字的意義 即是說 所有哲學的爭拗 最終最終可能是一個語言的爭拗 其實又是一個模擬頭 所以我就去探索 在數學裡探索 所謂的數學 我都盡量去讀 numerical analysis 你想到我們盡量去很pure的mathematics 最後我看到 我遇到的問題 原來數學 是好像一個很漂亮的堡壘 但結束在一個蜘蛛網上 因為最終數學的基礎就是numer numer numer 其實是假設定了 numerical theory 物理學 最重要是quantum mechanics 所以叫做量子物理學 要讀量子物理學 你的數學程度相當好 但可以這樣說 我雖然讀pure math 讀很多東西 但最終可以這樣說 我都不太感覺我認識 到底在搞什麼呢 幸好學校沒有什麼考試 沒有什麼分數制度 可以容許我 將我的不足的地方 盡量去探索 大部份的學校 教育的問題就是 通常是 那些人去選科 是選一些自己強項 即是強項的 他這份他讀得厲害的 那他就繼續深躁 然後他繼續讀下去 但很少教育 會鼓勵那些人 是讀一些你不厲害的 那些 即是你應該讀一些 你自己是未曾有心得 未曾能夠 你需要再繼續改進的地方 但因為我們的考試制度 令到你不敢這樣做 即是你讀一些 弱的那幾科 那你考試就不夠 好像分數不高 你很多人 又不可以升 可能不可以畢業 可能不可以繼續 進修碩士 或者課士 之類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教育 其實基本的問題 就不是發揮 每個人的潛臨 只不過是盡量給一些人 一個人的厲害的地方 繼續去做 但不能夠發展一個全人的意境 我自己在大學裡面 想到有些什麼學 我都會學 那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 我在圖書館 我看著這麼多圖書 我就覺得 整個人好像崩潰一樣 因為我覺得 這個世界上的知識 實際上 真的多到一個人 一個短時間 是學不得了 結果 其實我的論文 拖了很久才做到 我是很難完成 一個人 因為我覺得 會員是未曾完整 很多事情 還要繼續繼續繼續 最後我才了解到 其實大學是一個遊戲 你要成功玩這個遊戲 就不是真的求學問的地方 求學問是會完結的 所以我就奉勸那些人 當時我不了解 我為了求學問而學問 結果我發現 很難完成這個學業 Anyway 最終我畢業了 搞定了 但我最終的結論是 地球上有沒有真理 我覺得可能都沒有 也可能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 就算有得好 人的記憶力那麼差 其實 找到了都忘記了 找到了都忘記了 於是我們重複 重複我們不斷 我們那個 這方面的錯誤 也製造很多人類的痛苦 於是我覺得 不行了 我不可以 要做一些實際的事情 不可以為真 繼續追求追求 於是我其實放棄了 我擱置了一段長時間 那 都沒有一個答案 到底是為什麼呢 我都沒有一個答案 那 我有時都被朋友 勸服了 去教堂去聽聽聽 但我每次進去的教堂 都經驗 感覺都不太對 聽起來都是罪惡 你原罪 你一個罪人 我覺得神的設計 不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我記得很多次進去 很快就回來了 好了 那怎麼辦呢 算了 這個追求 可能都永無止境 結果我就做其他事情 回來香港做事 然後再讀脊骨神經科 自然療法 和他療法 其實這方面 滿足了很多的 因為醫療境界 自然療法 是一個很廣泛的 你可以無窮盡去追尋 一個最完美的境界 所以 以我來說 是很適合我的性格 那怎麼辦呢 人生的目的 人生的意義 其實 都沒有找到 都這麼久都沒有找到 直至大概十年之前 十年之前 一種經驗 當時我太太懷孕 我兒子 在戴肚子 我就躺在床上 突然間有一種感覺 這種感覺 就給你 一種感覺 就好像 由你的心那裡開始 就好像 有些人所謂 chakra 一個輪流 一個空 一個能量 一直放射 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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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的感覺 你就說 哦 原來就是這樣 即所謂 極樂的感覺 Nirvana的感覺 就是這樣 哦 就是這樣一回事 當時我得了一個很強烈 很清晰的信息 就是 其實 所有一切 都是由你的心那裡開始 由你的愛心那裡開始 地球所有問題 最終最終的解決方案 都是基礎 是愛那方面 其實 我不是一個 愛心飽飯的人 老實說 我是一個很普普通通人 比較上是 喜歡分析問題的人 我不是很多時候 拿心去提 去感受事物 當時我的訊息 是十年前的訊息 好了 自從那個經驗之後 我感覺 你和上面的宇宙 那個心靈 是通了的 那時候 我就開始想到很多很多很多 想到很多 我跟著看很多這方面的 所謂成長過程 就是《Conversation with God》這類書 或者《Celestial Prophecy》 其實我一直看書 我一直看到 其實我一直想到的 其實我一直想到的 就是那本書所說的 是一式一樣的 所以我沒有去秘密 沒有去探索這些 其實 這是一種經驗 你有這個經驗 你算是很幸運 你有這個經驗 其實你聯繫了之後 你所做的事 都是有人 有一種力量 是在階著你 這種愉快的感覺 你什麼情況之後 拿回來 當你是 Entertain Good Thought 即是想到好的 想到愛心 但你想到這種好的 之後 那種愉快的感覺 就會出現 當然沒有好像第一次 那種很強烈的感覺 那種很開心極樂的感覺 那種感覺 其實這種感覺 其實基前 就是那個愛的方面出現 你感覺以前 你有什麼做過 我沒有做過 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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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了 她是不會犯錯的 好像那個 她拍了一個女人 她入電梯 她想入電梯 但裡面有一個男人 她樣子兇神惡煞 即是很晚 她回家這樣說 那個女人 她的心 突然想停一停 不讓她入電梯 但她說 不要啦 這麼晚了 很晚睡 都是入電梯 回去睡覺 她用這裏分析 她進了電梯 她真的去而不返 原來那裏那個男人 就是一個殺人兇手 專門殺人的 serial killer 是 她就在那裏分析到 很多時候 你的心都會告訴你 因為你沒有去聽 她告訴你 之後你就分析 上了腦去分析 當你分析的時候 你就按住了心的感覺 不讓她感受 很多時候 人們做錯事 是因為不聽心聲 所以我覺得她說得很好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會這樣做 尤其是如果一個人 是比較理性的人 通常都好像前一陣子 有個司機撞死了個婆婆 然後駕車走了 有個的士 也是這樣 我相信她那一剎那間是知道的 她不是有人在你面前 你一定的心裡面知道 只不過可能恐懼 怕被人罰 或者怕被人抓去坐牢 可能賭工之而此類 這些分析之下 她就走投了 但是很有趣 這就是你 其實每做一件事 回到一件事 就是你的心是會告訴你 問題是你會不會 給很多解釋去 蓋住她 就是違背良心 那你就會做一些不好的事 所以袁醫生說 當你做到一件對的事 其實你的心會會很開心 開心到你不可以用銀子去衡量 那種愉快感 所以其實我剛才在說的 真理是什麼呢 其實真理很簡單 就是宇宙裡面的法則 如果你說宇宙 你可以用神來改得主又可以 你喜歡怎樣給她的名字都可以 但以我的感覺來說 這就是宇宙的法則 而我們是宇宙裡面的一種生物 我們的心靈就是宇宙的心聲 而這個宇宙裡面 我想最終的定義是什麼呢 就是要你們學 什麼叫做無條件的愛 就是無條件的愛 我有一次跟一個牧師聊天 那個牧師是讀神學的 他自己是第一個中國華人 在外國開一間神學院 是所有宗教都可以來的 你什麼教來都可以的 那我就說這麼奇怪 為什麼可以有這樣的東西 你不是天主教不行的嗎 他說人不定而已 其實所有宗教去到最高的境界 是沒有宗教的 和我最近認識一個修女 都是這樣說 我去她那個修院看 竟然有個觀世音菩薩在那裡 那我說這麼有趣 其實基督教天主教的分都很開的 自己 很多時候他們好似 企圖硬了 我是什麼教物教我 神比你的神 那他說這些是人分的而已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個大趨勢都是這樣的 很多宗教 我覺得源於一個源頭 分開了之後 現在慢慢慢慢都回來了 其實很多宗教的領袖 都開始體會到這件事 你可以看到 其實人類是一路一路地來 一種改進的 當然在過程裡 我們也看到很多危機 其實你剛才上個星期 你都好像提及過 在聖經的故事裡 上帝製造阿當阿娃 給了我們在伊典園裡 吃了蘋果 開始有意識 開始能夠做選擇 其實我認為人是忠性的 但是因為人是忠性得來 人是需要生存的 所以這個生存的instinct 令到我們很多時候 會出現一些表面的自私行為 如果你不能夠生存 你就沒有了 所以被人看到 好像我們人是一種惡性的方面 但因為始終我們那個人 是要生存下去 我們是下一代生存下去的 所以我會做一些所謂 為了自存 自己求存的行為 但是人都是很少動物裡 有個愛會犧牲自己的 人是絕對有這樣的能力 我們看到很多這方面的例子 父母親對自己的子女的愛心 它是一種力量很大的 我經常這樣強調 其實我們做人的目的 是為什麼呢 其實簡單來說 我們是尋求幸福快樂 但是我們要廣泛一點看 不是一個很短暫的看 短暫就自己搞定自己 盡量享受 身體上享受也好 什麼都好 但其實我們希望這種享受的環境 可以持續 變成將來我們的小朋友 都可以持續 所以我最終感覺到 其實我們做人的目的 第一 進向人生 第二 令地球更加好 同時 如果你在享受人生的過程 是不斷地破壞地球 很明顯 這樣享受的境界 只是你有 可能是很短暫的 你有 但你的後一代 不會有 我們始終覺得 人類的延續 是一個基本的定義 我們人是需要的 所以我們需要覺得 我們無疑 每個人都希望 要盡量享受我們的人生 但同時要沽及到 我們這個地球可以更加好 大家知道 地球上的人類 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八十 起碼 都是生活一個很貧窮的邊緣 但不是說貧窮一定不好 很多人的很基本的 簡泊的生活 其實不是代表他們不開心 很多時候 當他接觸了文明的另一面 有一種矛盾 就開始 所謂顯達他的簡泊生活 就變成一個 貧窮的生活 可以這樣 大部分人類 都是處於這個 很簡泊的生活 或者可以在貧窮的邊緣 真真正正能夠 所謂生活質素比較好些 是佔大於十個百分之 好了 我們 神的設計 其實是很簡單的 他讓你吃了一個蘋果 然後 你一個中性的人的特性 你怎樣去 特動一個大家幸福快樂 神的所謂愛的境界呢 好了 或者我們休息片刻 我們會繼續討論下去 因為這個問題可能都比較 只需要幾分鐘時間 OK 休息一會兒 先走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二百八二四百四百 網址三個W多 H E A L T H H SHOP.COM.H K 好了 那就是 先說回 剛才 就是我自己的見解 我自己看到 神是一個很公正的神 所以 其實他給我們一個選擇 當我們有一個所謂的意識 懂得去選擇的時候 我們的地球會變成怎樣 是全部由我們的選擇裏面做出來的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選擇得正確 那我慢慢地 這個地球就會變成一個天堂 嗯 如果我們選擇得錯 這個地球很快就會變成地獄 那其實 天堂地獄 其實在我們自己 操縱在我們的手上 那就是說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都 面對每一樣東西 其實都有一個選擇 在這裏的 嗯 那就 就視乎我們怎樣去跟進 那 我剛才也提及了 就是這麼多元來 這方面的資訊 這方面的書籍 其實可以說是數於百萬計的 這樣 那我手上也都 過去也都看過很多 很多這方面的書籍 那 譬如大部分呢 絕大部分呢 都是呢 就是 就是意識得到呢 就是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思維 啊 我們那個 那個意識呢 其實呢 是很 很控制我們的將來 那其中這一本書呢 我也是昨天 就是在那個 在我的圖書館那裡 就一手就立了氣 就是我經常都講到呢 嗯 我現在感覺到呢 我很多要做的事呢 都是冥冥中呢 就是有 有個指導在那裡的 那麼 那麼多本書在那裡 為什麼呢 拉一拉這本書出來呢 嗯 因為我今天要講這件事了 那麼這本書就出現了 那麼這本書呢 是一位 William Gallery 那麼原來呢 他背景是 他原來是一個黑人來的 那麼他是一個教授 那麼也是一個 曾經是 Yelter大學的 那個化學系的 那個主任 Chairman 那麼寫了很多 很多這方面的書籍 那麼這本書裡面呢 他是說他呢 是有一次呢 在一個市場裡面呢 遇到一個老人 一個老者 那麼這個老人呢 就在 就 就是他 他撞掉他的 這些 這些東西 那麼他就不好意思呢 就不如送他回家 那麼 那麼這個老人呢 就 教他去 過幾小時很遠的地方呢 就叫他送他回家 那麼在路程裡面呢 他就開始講講話 就是 好了 那麼他 於是他每次講一件事呢 就引發他很多思維 那麼每次呢 他就會走回去 找回那個老人 那麼一直呢 就做了很多次之後呢 他就 就是 最終呢 那個老人家就說了 行了 我現在都 就是我 我要回去了 我要走了 那麼跟他 開始說拜拜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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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完都沒有多久呢 他就離開那個老人家的屋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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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呢 他就 他就 開車子發現呢 咦 我還有一件事 想和這個老人家談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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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呢 他就去那個市政廳那裡查啦 有沒有這個人啦 有沒有這個地址啦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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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的背景呢 他是一位 就是大學教授 那麼 那麼 他最近呢 他結果呢 他都離開了那個大學裡面呢 開始呢 就是 承認一間公司呢 就是 幫助一些人來呢 就是換取人的靈性那方面 那麼 那麼 他這本書呢 是大概 是一九 一九七六年的 一九 sorry 一九 一九八七年的 對他出這本書 那麼 其實他最終最終的那個結論呢 就是這樣的 他說呢 他說 生命呢 是可以任何你想要的東西來的 快樂呀 成功呀 痛苦呀 豐盛呀 有貢獻的人生呀 衝突呀 和諧啦 你只要呢 是謹記住呢 我們 你是創造生命 每一個時刻 和你要 你自己的遭遇呢 是要完全負責任的 OK 就是 任何發生在你的身上呢 都要你自己一手造成 是啊 OK 那麼最重要呢 我們能夠呢 將事實和一個幻覺分得出來 就是說呢 其實人生呢 在某一個程度上呢 是一個 一個幻覺來的 哈哈 記住這個 這個背景下 是一個化學系 是 Yelta大學的 一個Chairman來的 那麼他最後呢 他寫出這本書的 結論就是這樣的 那麼 你是可以 隨時立刻 改變你的生命 和你的經歷的質素 記住 這本書呢 是1987年的 在我的Library呢 放在那裡 我可能以前看過 可能都沒有看過 我很多書 我很多書都是放在一邊的 買回來 放在一邊的 那麼我昨晚呢 我就很無意的 抽了這本書 看到的 這是1987年的 那麼其實呢 你可以看到呢 在近年來呢 是我們很多次發生了的 那麼其中一樣發生的事情呢 就是呢 我們開始探討這方面的 所謂 靈性方面的 那個境界呢 是已經用科學的層面去 去了解的 那麼我在英國呢 有一位 有一個機構 那麼他出版了 一系列的資料呢 叫做 《Doctor Don't Tell You 》 《醫生隱瞞你神摩》 那麼我在那裡呢 我看他那裡呢 就已經 即subscribe他 他那個newsend 十幾年了 那麼他最近呢 這位作者呢 就開始呢 就是出一種新的 即是探討新的方向 那麼他在2001年呢 就出了一本書呢 這本書呢 就叫做 The Field F-R-E-L-D The Field 那麼這本書呢 結果呢 就最近 即是2001年 出了這本書之後呢 就翻譯了 就叫做 《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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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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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互通的 我們的思路是影響著整個宇宙的 宇宙最終最終是什麼呢? 是一個能量體來的 即是神也好,你怎樣去用什麼名詞去形容它 最終最終就是一個融合的磁場 一個能量體來的 這本書是2001元出的 當時我看了之後,我介紹了很多病人 始終我們過去經常講講講 沒有什麼科學根據 我們講這些 但其實在近年 這方面科學的解釋已經越來越多了 甚至乎如果大家 英文看得不懂 你可以看這本中文書 剛剛出的,大概出的 我們幾個兩三個月之前找得到 好了,跟著呢 有一個 patient 我個人跟我談起來 他就介紹了另外一些新的資料 那他說呢 原來最近有些 DVD 是很值得去看的 其中他就說 有一個 DVD 就叫做 What the Bleep What the Bleep 即是What the heck Done the Rabbit Hole Done the Rabbit Hole 結果呢 結果呢,我就馬上去 H&B 就去買回來看的 那它有兩個版本的 一個呢 是簡單版本 大概好像四、五個小時左右 那另外一個呢 是叫做Pretinum Pretinum Version 就有八個多小時 很長的 那我就買了一個Pretinum Version 買回去呢 就有空看看 那原來呢 他所講的東西呢 就是那本書所講的 當然呢 是很多 就是科學家 哲學家 物理學家 是解釋給我聽呢 其實呢 我們的人呢 是最終最終呢 是還原回 是一個能量體 我們那個意識 是控制我們整個宇宙 每一分發生的事 OK 好了 那當然來 就是我們探索這個問題呢 最終最終呢 我們已經是把這個現象呢 我們的靈性的修為 意念呢 是已經可以用一個很科學的方法呢 是完全解釋出來了 跟著呢 我又 這個 這個 這個病人呢 就跟我說 其實呢 還有那個餅帶也很好的 不過我就記不到個名字了 那這個餅帶呢 就在 在澳洲 一個澳洲的女士做出來的 一個DVD 但她說不到個名字 那好吧 她說不到名字 我也找不到 那結果呢 我最近呢 我們去鄭書 在俄國鄭書的時候呢 那那個Publisher呢 就recommend 他說其實有一個餅帶是很好的 你值得看的 那我們的 我們Manager就說 好吧 原來我寄十斤給我們 那樣 我買回來看看 原來那些餅帶呢 就是那個病人想說給我聽 那些餅帶 但是呢 我呢 就是說不出他的名字 那些餅帶 叫做The Secret The Secret 就是那個秘密 OK 好了 那馬上回來呢 我第一個就拿回家去聽 那樣 哦 原來呢 講什麼呢 他講呢 其實呢 那個秘密就是說呢 其實呢 我們人類呢 過去呢 很多些 就是拜文豪啊 很多些成功的人士呢 其實他已經動縮了這個秘密的 那他說呢 譬如呢 這些人呢 包括牛頓啊 啊 Plateau啊 卡尼吉啊 貝多芬啊 沙士比亞 凱恩斯坦 其實這些人呢 其實很早洞出了這個秘密的 不過這個秘密呢 是被過去的皇朝皇帝呢 是自己感傳不給你知道的 好了 那這是什麼秘密呢 那你剛才講那個 自然的法則咯 就是我知道呢 自然界有很多法則的 牛頓的定律啊 你們是沒得說的 你掉下去街裡就會掉下去 下跌落 右向地心蓋利 會把你拉下去的 那其實呢 自然界呢 有一個很簡單的定律呢 叫做 吸引的定律 Law of Attraction 那這個定律就是說呢 其實你想的那些什麼呢 你就吸引那些東西出來 是的 你就吸引那些東西出來的 那就是說呢 如果 為什麼覺得很成功的人呢 很富有的人呢 其實呢 他了解這個很簡單的定律 就是如果你是想像一個財富 一個很成功 充滿愛 生活的方式呢,你就会吸引这些东西的了。 如果你经常想着,哎呀,糟了, 我要省健地生活,我又没有什么钱, 我又不能够服这个东西,那你就不服服了。 OK,那原来呢,最后最后呢, 其实呢,他就解释了这个, 原来呢,人家是这么简单的。 那其实这个道理,可能很多地方我都听过了, 中国人经常恭喜你心想自成, 对不对? 恭喜你心想自成,你想什么就会有什么了。 那这本,The Secret 片段里面呢, 其中呢,它有一个片段呢,就是, 讲一个中国人呢, 执到阿拉丁神灯了, 阿拉丁神灯果然出现了, 那你就跟他讲了, Your wish is my command, 那其实你要想什么呢,你都可以做得到。 好啦,那这样呢,其实呢,最终被我, 就是,最后最后想到咯, 其实呢,慈悲的神,慈爱的神呢, 其实那个设计呢,是简单到离开了。 是啊, 只要你有一个爱心的环境之下, 你去思想,你所需要这个地球是怎么样, 和你自己想要什么呢, 你就会有的了。 OK? 那, 那, 其实我们需要, 就是考那么多, 就是探索那么多哲学啊, 有修炼啊, 是不是啊, 耐蟬啊, 整天看着,看着肚子, 几个钟头一天啊, 其实, 这是很辛苦的事来的, 就是这件事, 我觉得是, 不会很多人做到的, 那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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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怎样呢? 你看到自己的什么呢? 那就是说呢, 其实最终最终, 我讲回去呢, 真理呢, 它会是一个很简单的。 神, 一个慈悲的神, 全爱的神, 全智慧的神呢, 他一定会给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呢, 是人都能做到的, 是不是? 就是不是说, 要有些很有大智大慧的人才能做到的。 其实你说这个是真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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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在教的时不能行呢, 就是, 叫你日常生活里面你每、 那笔茶, 每аем Hogwarts 你每做一样东西, 只需要你全心全意去做就可以了。 因为人们很有趣的哦。 那, 你问一下说, 这一般人呢, 他永远呢, 活在过去。 他担憂將來,總是忘記了現在 他不知道為什麼在時空交錯了 你一般人,譬如現在的depression病,就是憂鬱症也好 或者是症癡症也好 很有趣的,通常那些人就是什麼 他人就是活享2007年,但是腦子和思想裡面 活享可能1967年之類 或者他又擔心 擔心將來,即是他忘記了現在 好像袁醫生你說的,是很簡單的 其實做人很簡單,你每一天 每一秒鐘享受你每一刻 無論是喝茶、吃飯、逛街、看電影、和兒子一起 和老婆拍拖,出去社交化,這樣就夠了 即是不用搞到這麼複雜的 感恩 對,感恩 即是我以前就 就不太明白 即是為什麼會 那些人吃東西之前祈禱 但現在我發覺是很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多謝 是多謝這個宇宙專武給這些食物 我們去延續我們的生命 無論它是植物也好 動物也好 一切也好 因為一塊餅乾不會塞進無神 放在你面前 為什麼要感恩呢? 製造過程 對不對? 所有製造過程有小麥 有做人 有運輸 很多 很多 背後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才會有一塊餅乾放在你面前 所以我們真的要感恩就是為什麼 給各位聽 望蟹 踏破領頭雲 到處沉春 不見春 歸來一結套 花後 春在枝頭 二十分 唉 我回答你一句 很簡單的 活在當下就夠了 看一下那些 看一下那些陶伯都可以了 哈哈哈哈 其實我們這個地球上 是充滿 可以令到我們很愉快的能力 很簡單的 當你口渴的時候 你喝一杯很簡單的乾淨的水 那種享受 你不需要買很好的酒 才可以達到的 當你這個人稍微餓一點點 吃一些很簡單的 新鮮的麵包 或者剛剛煮出來的食物 你就會 你那種感覺 那種享受 那種愉快的感覺 是 就是 搞大鬼 那些都一樣 都不需要這樣才可以達到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簡單 就是 盡量簡化的真理 真理是一定很簡單的 那我們的神 一定是一個 給一個很簡單的設計 是我們一般人 都可以領略得到的 我經常這樣說 其實很多宗教 其實講的東西 已經教了我們的方法 是啊 比如好像 在我們舊聖經裡面 是講的 有一個叫做 time system 即是十分之一 就是你能夠付出你的十分之一 不需要你全部的力量 困了身去做 其實我們地球上 可以這樣說 百分之十分之一的人 是有能力的 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就是 beyond 他自己要謀生 賺錢 那地球有這些人 那 我們每一個人 是能夠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 是付出十分之一 即是不要多 只是十分之一的時候 這個地球會改得很快 那我最近去那個獅頭之路 那當然也去到新疆 那裏面 那他回教的文化很強 那街有時候跟我聊起 那原來回家裏面都有這種做法的 那他就將你一言的總收入 那財富 就捐出3.5% 3.5% 那和回教的宗教裏面 他們認為 我們人是不應該收利息的 那你記得我以前也跟你談過 那整個地球的貧富如全 的根源在哪裡 就是我有這個利息的制度 因為有這個利息的制度 變成有錢人可以越來越有錢 窮的人就會越來越窮 那原來這麼有趣 在那個回教這個宗教裏面 他們是不允許人收利息的 那當然我不詳盡怎樣 我不知道 譬如你回家有銀行在那裏 那你怎樣呢 那銀行是不是可以不收息呢 或者怎樣去維繫 他的運作呢 那其實呢 在很多不同的宗教裏面 那個信息已經在那裏 是吧 就是我們只去做一下就可以了 那當然 現在很多的宗教 那十分之一就是貢獻給教會 教會建了更加大的教堂 是不是 買一間大的大廈 把一個戲院 就是成為一個教堂 但是呢 我認識有位朋友 他曾經在一個教會裏面 是做得都相當之高級的 那他有一次呢 他就建議呢 譬如教會呢 捐出一筆錢 都不少的 到一二百萬呢 是做一個project的 是一個制頻的project的 是一個制頻的project的 那但是捐完呢 教會裏面那些董事呢 就完全一於舉絕 那因為是很大筆錢來的 原來一百萬二百萬 他說 這個教會有成數以億的 新的s 在這裏 那他依蝕他呢 他很快呢 他慢慢就離開了這個教會 OK 那其實上帝呢 是教了我們的方法的 這個地球 是很容易變得好的 啊 因為我們自己去怎麼想 是吧 那我們令到自己會更加好 當我們更加好的時候呢 我們記住呢 要令到這個地球更加好 那你在這個能力所為之上 不用很多 十分之一之後呢 那你就會更加豐盛了 那當然了 回教裏面經常講 你付出3.5% 你會更加收穫 那其實我覺得呢 不是一定說 你付了之後呢 你會更加回來 那我也聽過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那其中好像叫做Diamond Cutter 都有講 是吧 你要賺錢呢 你就先付出先 那其實最終最終的道理 就是基於這個 Law of Attraction 那個吸引那個定律 就是你要什麼呢 全部是你從你的思想開始的 這個地球的變呢 是完全是從我們的思想那裡開始的 我想回應一下剛剛 剛才袁醫生你說的那一件事呢 你剛才說的 能量呢 每個人發出的能量 或者他的心想事成 是很真的 是 因為呢 很奇怪的 你俗語也有說 我說是對的 不對的 那你如果是那群人呢 心裏面是善良的話呢 不知為何你 就撞到一旁 吸了那些善良的 energy 吸了那些善良的 energy 但是如果那群人呢 是專門很負面的話呢 他真的會吸了所有負面的人 很可愛的 真的 所以我說 這個就是宇宙的法則 那種能量的分配 還有你的選擇的分配 好啦 那你想一下 你覺得這個安排是否很奧妙呢 是很奧妙的 因為大家都想好的嘛 是吧 那神告訴你 你想好很簡單的 你想好東西就可以了 是呀 有這麼簡單的事 你為什麼搞這麼多 這麼複雜呢 是吧 那你想想好好的事 好東西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你想好好的事 好東西會發生在很多人身上 那地球就會很快 很快地轉化 這件事呢 我分享一個我自己 親身的體驗 我很小時候 就是大概是 就是 十七 十七 十六七歲的時候 那我發夢 我很想 就是我去到一個地方 在一個disco 就是這個 統一酒店 統一酒店 現在的 Hiratt 是嗎 九龍那個 可營酒店 尼敦道那裏 拆了 九龍的可營酒店 是 那我經常有一次下去玩 那我看到別人的樂隊在那裏 我 哎呀 好開心啊 如果我有一天在那裏唱歌就好了 那 那真的呢 大概過了一兩年之後呢 我已經忘了這件事了 是 即我那晚是發夢的 是 發了夢之後 即看完之後再晚上回去發夢 白日夢 發完之後 兩年之後 我真的在那個台上唱歌 但我已經是忘記了那件事了 忘記了那時候曾經想過 但是 我站了上去的時候 我突然間 咦 為什麼好像來過那些地方那樣 即是好像有些 死了阿Wu那些 是的 是阿Wu那些感覺 咦 為什麼好像 到過這裏呢 那後來我還記得 是喔 我發夢來過的 就是這個意思了 那這兩年裡面你做了些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做的 我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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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去 你是唱 你是唱 你是唱著自音樂的人 是啊 是啊 但是那時候我還沒做唱歌的 我只有15、16歲左右 我跟人家主集去看 看完之後就離開那些 即是不可以 即未到百年很久 那為什麼有人請你上去唱歌 那我後來我自己就走了 不知道為什麼 我去了 去參加那些 比賽 喔 那時候有些 Star Show那些 即是 有 Talent Quest那些 因為參加了 參加了之後 跟著呢 就 第一張合約 就在那裏唱歌 但那時候不是 即是不是 因為我是 代表一些樂隊 每個星期天唱一晚的 但我想不到 真是心想事成咯 就是這個意思了 這個就是真人真事 不是講假的 好了 那這張DVD 有個The Secret 作秘密裏面 他其實有大概十幾個講者 其實全部都是一個很成功的人 嗯 那他有些是牧師 有些是科學家 有些是作家 那他原來做一個總計 他說大部份的人都有一種 不如70%的人 我不記得exactly 60-70%的人 都有一種很不愉快的背景 是家庭的背景 嗯 但是呢 如果他經常沉迷這個 不愉快的背景 譬如說 我爸媽媽未來 我小時候的窮困 爸爸打我 令到我現在 就是這樣 那你就走不掉 因為你經常這樣想 你就會吸引這些能量 這些事情就會發生在你身上 好了 那麼 原來呢 這幾個講者 十十年的講者裏面 各個背景都是很坎坷的 嗯 各個都是很不開心 是 一個很愉快的家庭背景出現 但是各個都是很成功的 嗯 為什麼呢 他成功之路呢 就是他跳出來 跳出來 他知道了這個秘密 那麼這個秘密當然 不是這個作者 這位澳洲女士 就是 做了這個餅帶之後才有 其實他很多以前 是遇到不同的人 啊 不同的所謂 老師啊 Guru啊 嗯 那其實他們點醒他們 那麼各個都是一個 很簡單的同樣經驗 最終最終呢 你的將來 你的人生的經驗呢 是全部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 是啊 你要完全為自己的 負責 自己所的遭遇呢 是要完全負責 是要完全負責 那麼所以就是這點帶呢 那麼 那麼多年齡 我也探索了很多年齡 嗯 最終最終呢 我已經有20年一年代了 那麼這本就出現了 那麼這本就解釋了 在科學的領域 在那個 quantum mechanic 在那個 量子物理學 解釋了呢 其實呢 我們的所謂神啊 我們的宇宙啊 靈界啊 我們其實呢 說真的來說呢 都是由我們自己 每一個人 想那些事情 是可以完全操縱 可以完全控制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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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